德国的维吾尔人参加了在慕尼黑举行的1972年夏季奥运会50周年的纪念活动 在总部设在德国的维吾尔文化就义协会的带领下 维吾尔人聚集在慕尼黑国家音乐厅前的广场上 与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一起向慕尼黑欧林匹克中心进发 在维吾尔种族灭绝受到德国媒体关注之际 慕尼黑市政府将维吾尔军体为置于游行队伍的守卫 穿着传统维吾尔武士的维吾尔队伍为活动增加了特殊色彩 赢得了观众的吉利鼓掌 美国用法律方式禁止进口中毒决散产品 除非能够提供没有使用强迫漏洞的证明 但美国一家非盈利组织最近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这一禁令可能对总部位于东突决散以外的中国企业也产生影响 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海外公司也要格外小心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先进国防研究中心发布了标题为换档的报告 旨在勾勒出中国是怎样在过去的20年里 将位于东部沿海的产业逐渐转移到东突决散 此份报告的作者是弥克·莫格雷特表示 这份报告的目的在于制定一个框架 以帮助希望将供应链撤出东突决散的公司 也希望法案的实施能激励越来越多的公司远离该地区 先巴台风袭击香港载有30名乘客和20多名船员的一艘工程船端列 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分享的帖子显示 大部分被淹没的船上有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当局表示到目前为止已有3名全人员获救 寻找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台风登陆前2日早上7点多 广州、潮州市、潮安区、浮阳镇出现龙卷风 网传视频显示 远处地面出现一道白色玄雾封柱 旁边的杂物被先飞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比尔尼尔森 针对中国航天计划发出警告 他表示中国可能登陆月球并说 现在这是我们的了 你们别过来 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担忧 中国正在机械展开探月计划 希望能够成功载然待月 潮娥5号飞船曾携带月球表面石土样本 成功返回地球 计划中 中国到2030年将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基地 该基地可能与俄罗斯共同建设和运营 巴西斯坦前总理 櫻木兰汉就通货膨胀 石油产品价格上涨和停电 以及该国政府不稳定等问题举行了 反政府抗议活动 据国家媒体报道 前总理和巴基斯坦正义运动领导人 汉开始了 从瓦拉尔品地势到首都伊斯兰堡的抗议游行 备受争议的羽林荔枝狗肉节 于6月22日开始 在中国西南地区看到数千只被捕获的流浪狗和宠物 在火炬上被靠称异果调情的美食 美国动物慈善组织Not to Dog Meat分享的视频显示 活动人士和警察在检查站拦截一辆卡车 该卡车从西安高林区前往 野蛮酷刑节 这两卡车载有数百只受惊吓的狗 这些狗是从村庄里围起来的 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 被关在小板调香里后几天